很久没有当台北市长 所以现在是一般的市民而已 首度回应基态大治安 柯文哲的火力却和连日来 猛轰执政党的态度差很大 况且这已经是事发后第四天 他很喜欢测风向 显然现在还测不出怎么样 可以万万安的风向 所以他选择先安静 这个矛盾 就是说他如果出来给这个万安 一些指教的话 那会不会万安反过来去指教他 柯文哲一改上来 快人快语有话直说的犀利作风 会不会也和这次酿灾 关键的北市建筑施工损林 争议处理规则有关 因为被质疑让建商有机会 钻漏洞的这套规则 就是在柯市长任内制定 在他翻修的SOP之下 产生了这种居民曾经八个月 然后每个市府都没有去处理 然后还不予列管 最后防止倒塌的事情 那我觉得柯文哲他作为台北市 刚卸任不久前市长 他不应该这么的云淡风情 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在执政的时候 是做的不好吗 我也不晓得就请他们指出来 问题就出在一规定 若发生零损事件 民众得自行向北市都发局提出申请 再由建商制作出不安全认定书 及损害责任归属初步认定书 假使建商判断房子没受损 就可继续施工 如建商判断房屋受损与施工无关 都发局则不予列管 即便住户不同意也只能自力救济 对于建商来讲他非常轻松 他只要在一张A4纸 然后上面打勾 大家在自力救济的时期当中 防止的损坏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有意见可以再寻求第三方的鉴定 这个也是符合一个比较常规使用 民进党有时候打你知道 加小心人家 那你要不要把台南的跟高雄的 也拿出来看一看 大直零损案 柯文哲卸任也中枪 恐怕不是一句 现在只是一般市民 就能轻轻带过